杭州第19届亚运会举行期间 乒乓球无疑是国人最关注的项目之一 近日 中兴设计者专访了奥运冠军 乒乓球大满贯得主邓亚平 他表示 今年中国主场举办的亚运会 让他回忆起了自己33年前 第一次参加北京亚运会的场景 彼时他还是一位年轻的小队员 自己也是通过那些亚运会被国人所熟知 当时我印象当中我们团体赛的时候 大家对乒乓球的期待都很高 国人 那么也非常希望我们在北京的亚运会上 家门口取得更好的成绩 能够包揽七块金牌 最后我们是打到了决赛 跟韩国队的决赛 我们拿到了女团的冠军 但是这个比赛非常非常的紧张 我们回到了亚运村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宿舍的门口的门上 贴得密密麻麻的各种庆祝的小纸条 其他队写给我们的祝贺 说哎呀 加油啊 很棒啊 然后什么那个我们看得很紧张啊 等等这些话很温暖 真的感觉特别好 真的是一个大家庭的感觉 提起本届杭州亚运会 邓亚平认为 亚运会的乒乓球项目 是一个比较难打的项目 因为中国乒乓球的主要对手 都集中在亚洲 但总体来说 不管男队女队 中国队的整体实力还是占优的 那么这一次的比赛 我觉得呢 我们的主要对手也是在亚洲 不管是男队也好 还是女队也好 我觉得会是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一次的比赛 一切的准备 都是为了明年的巴黎奥运会 因为我们的备战期 就一年的时间了 甚至到现在可能不到一年的时期了 所以我们派的所有的队员 应该是最强阵容 总体来讲呢 我认为中国队还是一个王牌之师 我觉得是不可撼动的一个霸主地位 从我们的男队也好 女队也好 整体实力 我认为还是我们占优 邓亚平称 乒乓球主场作战 动力和压力并存 这对每个中国球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他希望每个乒乓球员都能专心致志 打好每一球 这个主场确实是您说的 既有很大的无穷的动力 来自于我们的这个观众 又有呢很大的压力 这个因为谁都想在自己家门口打得更好 对对 那么对 所以说在我们备战的时候 在我们那个时代呢 我们会做一些噪音训练 不管听什么东西 你都能专心致志地打好每一分球 其实这是对一个运动员很高的要求 采访最后 邓亚平也评价了现在的年轻球员们 他说自己非常欣赏他们 欣赏他们敢于展现个性的一面 我觉得总体来讲 我们现在的年轻的运动员 我非常欣赏 是因为他们敢于展示 自己的个性的那一面 这个也说明我们自己 这个民族 这个国家足够自信了 所以我觉得一个时代 还肯定反映的是一个时代 这个国家的一种强大 一种民族的自信 运动员也一样 你再看看现在不光是乒乓球队 还其他队伍 是吧 我觉得很多都是非常 喜欢去张扬自己的那个个性 我觉得是对的 年轻人就是应该这样 而且这个运动员 更是要锋芒毕露 我觉得就是要敢赢 要敢于去表现自己 是吧 赢的时候就是那么的彻底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面 好像是想最好的一面 每一面 Story 说得问题 包括 Doktor